大家好,欢迎观看我的菜园生活。 生姜,我想是大家餐厅里离不开的一味料品。 我们利用废弃的饮料瓶加水种植一下生姜,非常简单。 我们把在超市买的生姜取出来,买到新姜更好。 我们把它掰开,把我们准备好的饮料瓶取出来制作一下。 我们利用壁纸刀或者剪刀,把瓶子从中间剪开,之后用剪刀修剪一下毛边,这样不容易扎到手。 其他的我们依次弄好就可以。 我们在江上扎几个牙签起到固定的作用,注意使用安全,不要扎到手。 其他的依次弄好就可以。 之后,我们往容器里倒入一些清水,尽量多倒一点。 之后,我们把将依次的放到容器上。 一周之后,我们来看一下江的生长情况。 取出来一个,可以看到已经发芽了,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。 两周之后,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来,我们种的江已经长得比较高了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根系,长得还是很发达的。 我们找两个周转框,没有的话,可以找一些保温箱也可以的,我们倒入营养土。 之后,再找一些甘草沿着四周铺设一下,尽量铺设岩时,我们再用土压住甘草。 我们再倒入一些营养土,用小铲�子均匀地给它扑洒开来。 我们把江取出来,移栽到营养土中,记得把牙签给取下来,依次排序移栽好就可以了。 之后,我们再找一些甘米壳均匀地撒进去,如果没有的话,甘草也行。 最后,我们用喷壶均匀地喷洒一些清水,尽量多浇一点,剩下的就要浇给时间了。 幸福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,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 很高兴您能光看到这里,非常感谢。 如果感觉还不错的话,麻烦您给个双击和关注,感谢。 三小银子 今天肯定践地战